这才是麻辣凉拌机好吃又正确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逸,马上要快过年了 盐夜饭的餐桌怎么能少得了鸡肉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盐夜饭麻辣凉拌机的家常做法 麻辣扣饮,鸡肉鲜嫩,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入味又好吃,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选择新鲜的鸡肉,三黄鸡或者是一年以内的纸鸡 吃着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这是我上次做炒鸡剩下的半只 再准备点香料,半片的白纸和少许的当归去腥增香 再切点姜片和葱段 切好放入碗中,再准备少许的花椒和适量的干辣椒去腥体味 接着来处理一下鸡,把里边这些内脏被清理干净的 尽量清理干净,特别是这个鸡肺一定得抠掉 这样吃着鸡肉才不腥气 接着把这个鸡的脚指甲剁掉不要 放入盆中多清洗两遍,清洗至水清亮 这样做出的鸡肉颜色鲜亮好看 而且吃着还不会那么腥气 各位好朋友,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清洗干净后,香蕾开始起锅煮制 水锅烧水,盖上锅盖,让水快速的烧开 要想做出的凉拌鸡肉好吃 必须在水开后再下入 提着鸡爪保持大火 把鸡肉下入水中 反复的来三次 这就是凉拌鸡好吃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三提三放 这样煮出的鸡肉表面光亮好看 实际上口感还好 而且还可以缩短煮制的时间 接着下入切好的姜葱和香料 大火烧开后 保持中小火盖上锅盖 焖至20分钟 中途打开锅盖 像这样翻个面 让它的成熟更一致 20分钟后打开锅盖 可以用筷子这样擦一下 能轻轻的擦洞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晾凉 这个鸡肉的出锅时间 根据鸡肉的老嫩来决定 如果比较老的 就稍微时间煮长一点 当然做凉拌鸡 不需要煮的太透 因为煮的太熟的话 吃着没有口感 接下来准备点小料 大蒜子几颗拍破 然后再剁成蒜泥 稍微剁细一点 这样在拌制的时候 更容易出香味 剁好先放入盆中 再准备一根不要钱的大葱 这是我已经珍藏好久 都不舍得吃的 今天做凉拌鸡肉 必须放入它 非常的提味真香 吃着还特别的甘甜 切成大大小小的丁 切好先放入盆中 再准备点油炸花生 再准备适量的小葱 切成葱花 增加香味搭配颜色 切好放入碗中 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进行关键的调味 把蒜末倒入一个大的盆中 放入适量的盐 鸡粉拌扫 适量的白糖 活为提鲜 适量的一瓶鲜酱油 提味提鲜又上色 少许的橙醋提味 香油少许增加香味 花椒面一勺增加麻香味 不喜欢吃太麻的就少放点 再放入关键的辣椒油两勺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点 不喜欢吃那么太辣的就少放点 稍微搅拌下 放入适量的鸡汤增加鲜味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 像做这样的凉拌肉类食材 料汁一定稍微要多一点 这样吃着口感才香 再放入炒熟的芝麻两勺 增加口感和香味 搅拌均匀后备用 把凉拓的鸡肉 先剁成稍微粗点的条 剁鸡肉也有小技巧 一定要用刀的根部来剁 这样不易伤高 而且还省力 剁成大小均匀的丁后 放入调好的料汁中 用勺子先翻拌均匀 让料汁的香味和鸡肉相互融合下 拌匀后再倒入大葱栗 稍微翻拌几下 让葱香味和鸡肉融合 接着再倒入花生米 继续翻拌均匀 稍微多拌一下 这样各种香香味 会很快的渗透进鸡肉里边 拌好后装入盘中 最好是让鸡肉浸泡在料汁中 等20分钟再来吃 这样味道更香 最后再浇入适量的红油 增加辣味和鲜亮的颜色 不喜欢吃太辣的就不要放 撒入葱花 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麻辣入味 鲜嫩多汁 下酒又下饭的麻辣凉拌鸡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场 感谢支持 谢谢大家